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人类在不断探索宇宙的奥秘 那么你知道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是谁吗? 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是美国宇航员尼尔·奥尔登·阿姆斯特朗 1969年7月20日 阿姆斯特朗和巴兹·奥尔德林 乘阿波罗11号飞船在月球表面着陆 阿姆斯特朗率先踏上月球那荒凉而沉寂的徒弟 成为第一个登上月球并在月球上行走的人 当时他说出了此后在无数场合常被引用的名言 这是个人迈出的一小步 但却是人类迈出的一大步 他们在月球上度过21个小时 21日从月球起飞 24日返回地球 随着登月的成功 标志着人类科学技术取得巨大的成就和进步 也实现了人类千百年来踏上月球的梦想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